十五六岁的年纪 从大城市来到穷乡僻壤 在一个陌生的山村生活 你会害怕孤独吗 一再精简的行囊里 会装些什么 你工作的地方自带光环 实际上却名不负实 你感冒天下之大不韪 指出问题吗 要带大家走出困境 你首先要解决的会是什么 只知道我在堂固小区 在不知道几号楼 到晚十点钟 我就听到外面有人扛我 有没有这样一些人 你非见不可 为见到他们 你要在炎炎夏日 跋山涉水 你还会毫不犹豫的出发吗 河边那里 很多地方是悬崖峭壁 真的是 不理为坚 生活中会不会有一些场景 你见到后 会感觉食不甘味 生活在这样场景中的人 你帮他们到什么份上 才能安心 如果这些问题触动了你 请走进我们的故事 让我带你追寻一个人 跨越四十多年的足迹 四十多年很长 他的足迹遍及大江南北 四十多年也可以很纯粹 一路走来 一路走来 方向从未改变 追寻足迹 坚守初心 足迹带你认识 一路走来的习近平 未来的一路走来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